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观看我们这一集的穿越生时线 今天的主题是办公室有鬼 如果各位出社会了,或是你在熬夜念书 都有加班的经验,都有彻夜不眠的经验 老师以前在当工程师的时候 也是曾经加班到了三天两夜,都没办法休息 那各位在加班的时候,或是夜晚念书的时候 会不会偶尔会有一种心凉凉的感觉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办公室有鬼 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片的主题是 这个影片是日本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所提供出来的 他们也是调论灵异 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公司的女职员 她在晚上加班的时候,所遇到的状况 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可以观看 看到那里面的主题是一切 从未来的主题里面所提供的 对面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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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想法 那么紧张 不如许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并没有办法从女性的众生 女性的灵体上面 貌似灵体上面 感觉到任何一丝丝的灵动力 也就是说 以老师个人的看法是 这一部影片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 所后制出来的影片 因为这里面完全没有众生的感觉 而是充满浓浓的什么呢? 人气味 什么人气味?就是很多人在现场的人气味 而不是我们的一般的灵体所产生的灵动感 所以说这部影片老师抱持着保留的态度 虽然日本当时的综艺节目 朝这个话题朝得沸沸扬扬 但是老师在这边还是持以保留态度 他八成是人为后制出来的 好,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二片是哪一个主题呢? 这个餐厅鬼影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家庭餐厅 他们在打烊的时候 透过闭路电视所录到的一个影像 那他们录到什么奇怪的影像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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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刚才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有一位白色的影子 在这个 闭路电视所录到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躁动 那各位认为 这个影片是人为的 还是灵异现象呢? 以老师的立场来看 这个影像 真实几率是比较高的 然而 比较需要说明的一件事情是 就像老师之前讲过的 我们跟很多众生是同一个世界 不同次元 所以是说老师认为 刚才所看到那个灵体 他是在他自己的次元 自己的生活圈里面 他在做自己的事情 只是凑巧 在那个时候 可能天时地利益人和 让磁场 让次元之间重复了 所以就看起好像是一个 一个众生 一个灵体 他在家庭餐厅里面去翻阅 好像在翻阅他的菜单啊 或是怎么样的状况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本身的灵体 并没有自觉的 或是有意的 或无意的 去在这个家庭餐厅里面显影 而是次元的重叠 造就了他的影像 可能部分的曝了光 所以他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图 也没有任何善意或恶意 因为他在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有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好 来接下来看看我们第三篇 这个灵异骚乱 这个就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下班的时候 等下班等打扫 等大家一起下班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那到底这个状况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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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针对这个影片 老师觉得有一些讨论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其实在这个影片中 但那个现场是没有感受到 跟感应到任何众生或灵体的存在 也就是说在老师的立场 大家看他是空空荡荡的 很正常的一个办公场景 那至于为什么发现这个状况呢? 老师也跟我们其他老师来 试着讨论跟感应一下 重复了感应几十次之后 那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现场 应该是没有其他恶意的众生 要去故意去惊吓或是惊扰 在现场的那个等待的一个 我们的女主角 而是怎么样呢? 他应该是在附近 也就是可能隔壁的房间 或者是外面 他隔壁的房间 可能就是户外的地方 有一些比较邪恶的 或是比较躁动的灵体 他们所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影响 那也是可能是一个巧合的 会让这个房间里面产生的灵动 当然这个灵动并不是外面的灵体 或是其他房间的灵体 所要去特意造成的 就像我们的 怎么讲?像我们的共鸣一样 你这边敲的阴差 在期待有限的距离之间 它产生的灵动 但是本身发生的 产生问题的地方 并不是在现场 所以说这个影片 到底是不是后置的 老师抱持这个怀疑态度 因为他毕竟以物理来看 他并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达到这个状况 但是以灵学来看 他又没有重生在现场 所以说这个东西 在老师看来 他其实争议颇大 所以说老师立场看 这个是被共鸣所产生的灵异烧乱 而却不是灵体在现场所造成的影响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四篇 这第四篇跟前面几篇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这个酒吧 它并不是在下班之后 才发生的这些 可能有一些灵动 或是灵骚的现象 而是在酒吧正多人的时候 所发生的奇特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现象呢? 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那里面几下 的样子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没有任何的现象 但是您认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以老师的眼光来看 这个影片老师只能说 这是一个有意闹事的灵体 他们要去做处理 他大概是一个男性 短发金色的头发跟胡须 不只是阳世间会有无聊人士到处破坏找麻烦 其实灵界里面还是会有一些 故意爱闹是找麻烦的 他闹完事之后他也就离开了 他也不会这样子无聊人士 他也不会特别留在每个地方 然后呢 特别去制造某一个人的麻烦 就像有些人很喜欢怎么样呢 走一走就把垃圾贴到处都是啊 或是有人喜欢走一走 去破坏公园的公物 你问他为什么 他没有为什么 他就想破坏 人是如此 人往生之后大致上也是如此 所以说以这个影片来看 虽然他没有任何的 没有太多的灵体现象 当然后面他有一些灵体的现象 这是雾画面 但是你当下 灵动发生的时候 就像一个人没事去拨东西啊 没事去把电机耍一下 矜持而已 他也不会常留在酒吧 这种状况其实会 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少的 不是很常会遇到 就像我们也不会很常遇到这种无聊人士 在日常生活上 但是遇到了 也就是遇到了 好来 接下来看到我们第五片 第五片是今天的重头戏 老师在这边先给各位打预防针 第五片是什么呢 灵异大暴走 这个灵异大暴走的 惊悚指度还蛮高的 就算蛮高 如果你会怕 你会怕 可以请朋友跟你一起看 或是你的伴侣跟你一起看 大家记得要开声音 你才知道这影片中到底演的是什么 有点恐怖哦 那我们一起看下去 有点恐怖哦 有点恐怖哦 明天长感觉 有点恐怖啊 常常 Alternatively 有点恐怖哦 对 非常不 consuming 加金 辣 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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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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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